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绿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气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气 生命资源、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听今集的自然疗法与你 在早前的时候 袁医生接受了L雜誌的Anthony Lowe的访问 内容是由2012事件开始讲起的 大家可以听听这个这么神秘和有趣的访问 袁医生在现在玛雅文化或者中国的预言都会说 2012年会是世界末日来的日子 现在在医学的角度里面 有这么多不同的病毒出现 人类是不是真的会面对末日这个课题呢 其实我们看回很多古代的严历 也好 其实他只不过说 他们的记录是到2012年就是最后的了 但是是不是代表是一个世界末日呢 其实很多人都有另外一种看法的 他说未必的 只不过那个严历改一改 然后有另外的严历继续的 那你说在这个气氛之下 那么很多人都会说 哇这个地球上有很多好多问题啊 这样那包括很明显在医疗方面 是不是 虽然我们看到的体验到的就是 虽然我们的所谓医疗的不断地所发展 不断地有新的医疗的科技出现 但是似乎我们不能够否认的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国家都在面临医疗破产的 那这样你会看 就是为什么会医疗会那么容易 就是度度都是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呢 就很明显就是现在的人的 虽然表面那个寿命是平均 似乎好像慢慢的长过以前 但是呢 现在的人的患病的情况是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年轻化 那而很明显呢 我们的现在的病呢 包括很多这些新的病毒的病呢 现时的医疗工具呢 就是我所说的医疗工具 就是主流的西医的工具来看呢 基本上是束手无策的 那所以很多时候 给人一种这样的抹入的感觉 比如爱之病的出现 那给人一种感觉呢 其实我们都 这些病只会不断地蔓延的 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去控制 没有办法医治的时候呢 那就很容易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 这个就是符合了 这个世界末日了 那可能配合其他一些的天灾人祸 那是不是真的这个现象出现呢 在某个程度上呢 我们很容易作出这样的结论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 那个背后的因素呢 其实呢 就未必是一个 末日的的感觉啦 其实可以说呢 是一个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呢 是将我们那个医疗的问题呢 可以 就是可以撤下去解决到的 那我最近都在电台 都经常都跟大家分享啦 那在香港呢 经常讲地产霸权啦 我们做地产的劳疫啦 那但是在外国 比如美国呢 是可以做医疗的霸权 因为美国的平均一般人呢 那个要每年负担的医疗费用的保险费呢 是很高的 差不多成是五千元美金 一个一个人 比如你家有四个人的家庭呢 你在说成一万五千元港币一个月 只是负责个医疗的保险费 那所以呢 有时候呢 我听到一些朋友啊 聊起来呢 我们根本不能够退休的 因为呢 一退休之后呢 医疗保险费那一笔呢 我就要自己要全盘 要自己要全盘资费 这样子之类 那你都看到呢 真的一种好 给一种好像很无奈 很无助啦 这种的感觉 我最近去美国 和有一帮医疗界的朋友啊 包括很多西医呢 他都给了我一种感觉呢 他一种 他处于一种很无奈的 他们在工作里面 他可能发现呢 其实很多医疗的工具呢 真真正正 就是憑良心说呢 他们自己觉得医不好的人 还有那些苦作用多到死 还有呢 要面对很多医疗的诉讼 那一种感觉上呢 其实是一种 一种很无助 很无奈 和很战战兢兢之下呢 来做医生 这一看到呢 这个是不是一种 做了末日的感觉呢 有时候都可以这么说的 其实因为末日这种感觉呢 真的流传了这么久 那对很多人来说 一个心理上有一个威胁 大家都怕明天睡醒了 好世界末日死了 那会不会导致情绪病 会多了呢 在我们的临床机或者诊所遇到的那些呢 其实呢 有不同的态度的 有些人都很看得开的 那其实啊 如果世界末日 那就是恐龙的消灭 那个灭亡那个景象 是不是突然之间 一个地球的大变动 那些恐龙在杀那间香港几秒钟里面 就立刻死了 那很多人都面对这件事呢 他们都很看得开的 就是没办法啦 没什么做得啦 到时来就来啦 那也有些人就就说 如果既然是这样 就看开一点啦 是不是就是享受一下啦 玩得多少 吃得多少 就尽情享受啦 不用担心啦 那你说 我看到很多人的态度呢 都是一种就是坐衣 就是既然没什么做得的 就不用理会他啦 是不是 那我也都很少听到那些人 说怕到病啊 那我暂时就未曾 不是好遇得多这类的情况 其实在现在的 在传染病学的医学角度里面 又会不会好像以前有 黑死病这些病症 出现整个欧洲的人死了 的疫症会出现 那我们看回历史上 当时的黑死病 大概就是当时好像三分之一的人口 就是就是是是是死了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那当然你们很难说 在医学界呢 我们经常都说这一类的问题 这些病症会随时再出现 譬如流感啊 然后以前过去 然后杀死了四千多万人的流感 有随时可以出现 我们不断地来到 在这里宣扬这种这样的意识 那你说 有没有可能呢 那当然有可能 就是我们很难说 这些病症既然出现过的 在这种当时的环境之后出现过的 那我们会不会再出现呢 那当然一定有这样的可能 那但问题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其实呢 如果真真正正去深入探讨 当时发生的的情况呢 其实呢 我们是完全是不需要担心的 因为呢 所有的所谓疫症呢 什么的疫症都好呢 其实呢 结果呢 都是自动消失的 就是当时的黑死病 都是自动消失的 不是说我当时做了些什么 或者卫生的措施数 做得好很多啊 这样 比如那个是1918年 1919年那个流行病 那样的流行病 那样的流行病 那来到了三波 分开一年半里面 三波来到出现 但是呢 结果呢 是无声无息之下呢 就自动消失的 那所以我可以预测呢 过去的历史上呢 这些所谓真正的疫症 就是自然界出现的疫症呢 基本上呢 都是会自动消失的 就算我们现在所说的 爱滋病也好 十几年前 已经有很多的医学家 是研究了呢 他说呢 根本你都看到呢 爱滋病呢 也都会好像其他的 就是疫症 慢慢地会自己稳定的 慢慢地会消失的 那所以呢 不论什么都好呢 就算出现都好呢 其实绝对都不需要 很害怕的 因为呢 如果我们了解的历史呢 其实当时呢 譬如在那个流感那段时间呢 在医学界呢 当时有一种叫同类疗法 现在是所谓第二大的医疗 那同类疗法呢 当时的那个流感呢 有一个医生呢 在各医院里面呢 就拿了那些死亡数据呢 就做过一个分析 这个1930年代 好像是32年 他做这个分析的 那么他发现呢 在当时呢 譬如有二万多位 二万六千的人 是用西医的医疗方法呢 他们死亡率是大概是26% 那么如果是 用过同类疗法的医治 同样的流感呢 死亡率是1.04% 那么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医生的经验呢 因为很多时候 那些人医不到呢 就因为呢 当时用那些阿时不灵 这种这样的药物 去击图抑制这些这样的 发烧 那么 那导致那身体呢 就因为阿时不灵的苦楚 而出现了问题 而死亡 就不是因为医不到的 就是说呢 其实很多这些病呢 就算出现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好的工具的 那唯一的问题呢 这些工具呢 一直被打压下来的 就算这次 我刚才所说 这个同类疗法 对处理的那个流感呢 其实根本是湿湿碎 非常之容易医的 但是今时今日 我们每次讲完 这种传染病的时候呢 有没有人再重新提及的 历史的事实呢 我们基本上 根本有很多有效的工具 比如爱滋病的处理 已经有很多资料显示呢 如果你将血液里面呢 用臭氧来把它来处理过呢 那个血液里面的 所谓那些 外滋病的病毒呢 会消失了 那其实外滋病 是什么病毒呢 今时今日也有很多疑问的 那所以你说 会不会再出现呢 在现时的医疗角度呢 医疗界呢 就常常都吹嘘 要我们做出准备 做出什么准备 但是呢 其实它最重要的 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推销呢 推销疫苗注射 什么病呢 全面打针 什么病呢 全面打针 你看看呢 打针得这么久之后 打针越多呢 现在的人的病 越来越多的 所以我们所要害怕的呢 其实不是说 这些传染病 我们所要害怕 是今时今日呢 大部分人死在 什么病呢 死在所谓慢性病 我们叫做 生活方式造成的病 比如癌症 癌症 心脏病 糖尿病 其实 现在今时今日的人呢 大部分人 不是死在 这些传染病 大部分人 是死在 我们今时今日的 我们生活方式 会导致出来的 文明的慢性病 所以我觉得 他会继续这样说 但我觉得 如果我们有机会 把这个真相 放出来 那我们完全是 不需要害怕的 在现在 全世界 或者香港的医疗体制下 遇到 好像沙士再来一次了 那类的病症 那应该能复养呢 其实 很明显 今次2003年的经验 我们可以看到 在现时的西医 就是为主流 或者垄断之下的医疗的方法 根本是任何这些 跟病毒有关的疫症 他们一定是束手无杀 一定是大灾难的 你看回原来 2003年的香港 早期出现的问题 他们第一 都根本判断不了 是什么的起因 就是他所谓 找些细菌 找些病毒 找些病毒 其实早期 根本都不知道 是什么的因素 导致 你看看 医务人员 自己都自身不保 对不对 所以 这一类的 所谓 病毒性的流行病 在现时的医疗体制之下 基本上是应付不了 完全应付不了 他只是做一些皮毛的工作 叫人多些去洗手 当然洗手不是没有用 但是我们有更加好的方法 一直没有被采用 所以我记得我当时 我也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我初代了英文去南华早报 去投稿 那个题目就说 Instant solution to SAR 即时解决 我都陈陈的说出问题 其实我们害怕什么 原因是因为我们无知无助 才出现这种恐惧 如果你明知 知道有种方法 是很容易解决到的 男女老幼 包括孕婦 婴儿 用湿湿碎医 根本就不用害怕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遇到灾难性的问题 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 我们的无知 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治疗 和处理方法了 当时SARS有什么方法处理 会比现在处理好些 即是结果会好些 其实当时在SARS期间 我都好几次被邀请 在外面讲座 亦都遇到其他的讲者 例如用中医的方法 亦都有一些听众 说回自己的经历 其实可以这么说 我也听到很多人 什么都不做 在家里休息 完全无事 也有很多中医 亦都在他处理过这类 所谓疑似SARS 你知道今时今日 一个很离谱很愚蠢的 就是说 如果你是去企图医 又用除了西医以外的方法 去企图医 这些所谓的流行病 你是犯法的 就是简直不可思 离了大谱的 这些这样的恶法是存在的 大家听到 根本你自己休息 身体处理的 就像病毒性的毛病 身体一向是靠自己身体处理 我都听过一些人用中医的方法 那我也都自己用同医疗法的方法 基本上是很多方法 就是除了西医以外 有效的方法是很多很多的 就是除了西医 自己说医不到的方法 不是代表其他的工具是没得医的 那我经常都希望 如果真的2012年 有些说是一种转变 那很可能呢 就是经过这些这样的 我们叫做危机 那很多这些有效的工具 有机会可以被人体现得到 医生开这个圆网台 其中一个是说一些奇幻现象的事情 其实自己对世界末日这个预言 有什么个人的看法 其实我们的圆网台 电台的宗志 就说我们一定要说一些有正面的资料 也都说一些是一般大传媒 是不会说不敢说 也都说不出来的 其实我们那个很清晰的 所以我们那个听众是非常之多 我们都很惊奇 其实在我们短短一言不够里面 我有个月份差不多800万的热门 是不可思议的 我节目不多的 通常来说五个六个而已 但是每个节目呢 我今次测试过 是Top 3 全部的节目 起码在Podcast 里面 我们是全部排第一、第二、第三 或是头三名的 那为什么呢 我们就希望我们做的节目 是要正面的 就是提升人的 对我们那个地球 我们的生活环境 是有正面的形式 就不是想人家就很吓人 用这些这样的题材来吓人 其实我完全都不是这么看法的 所以你说 那是不是真的是世界会末日呢 我只能够解释给你听 就是那个前因后果 因为那个很多的历法 都是深刻在这个时候 好像就断了 没有继续了 那于是有些人提出 很多的不同的天然灾难 那这些天然灾难是出现过的 是不是没有出现过的 好龙时代的突然间消失 是很明显是当时发生过 那这个是很多很多万年之前的事 那也都有一些人开始提出 那个太阳的黑点 那也都出现过 一百多年前曾经出现过的 那也都有一些人说 那一百多年前出现那个地球 那个黑点 那个solar flare 那会影响我们的电器 那个电器的用品 电器的系统 会大量大致破坏 那现在如果出现 当然会很大 就是很大件事 那就是大家会提到 或者Planet X 之类之类 都讲到很多的 这些东西其实只不过 趁这个时间 这个这样的气氛之下 就再提出来 但是是不是真的 那时候会出现呢 根本可以说 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 但是我呢 我怎样看呢 其实我都很喜欢讲这件事 其实讲这件事 不是说想吓人家 也都希望等别人知道 我们除了天灾的问题 或者可能导致一个大灾难呢 其实我们人为的问题 是不断地出现的 但是很可惜呢 很多人都好像都是猛成成的 都就是完全都不知道的 那我希望呢 如果真的有些 有些大事的事情出现呢 那可能是一个机会 给我们是一种醒觉的 那譬如我刚才说 如果我们真的有些疫症 再出现的时候呢 那死的人很多很多 而控制不了之下呢 那有效的工具呢 一定是有机会 当它整个医疗的崩溃之后呢 其他的方法呢 一定有机会就出现到的 加上现在的那个 就是那个媒介啊 的传媒那个 互联网的讯息的传播呢 那不会好像以前那样呢 被人打压到来的 我一定有机会呢 将这个真相呢 是给多些人知道的 希望呢 是经过这些这样的危机呢 那些人可以可以醒觉出来 那譬如那个免费能源 在我们的电台节目 都讲过很多很多次的了 其实我们地球上的 所谓那些所谓的 所谓贫富遗传的问题啊 人类很多的苦难呢 其实都是跟我们的人 那个能源那个 那个局限有关系的 如果我们真的将免费能源 其实已经30年代 TESLA已经做了出来的了 不断有人用不同的方法呢 比如用水来走车啊 走电单车啊 其实已经一向都有了 只不过呢 在我们的既得利益的计价格之下呢 因为它会违反他们的利益 就是你想想 如果免费能源的时候 你不用买电油啦 拿水啊 来到可以行车 那当然我整个经济 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的 那我觉得呢 如果万一真的 这种这样的灾难性的 天灾又好出现的时候呢 那这些的免费能源呢 和这些有效的治疗工具呢 真的有机会 有机会被人重新可以认识得到 重新被接纳的 就是那时候它打压都打压不了的 那这个我是希望呢 是可以见得到的 那但当然啦 如果像孔龙时代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 比如或者 有些人说 那个黄石公园 那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火山 如果它一爆发呢 半个美国就会消灭的了 那而当时呢 如果是火山爆发之后呢 我整个大气层呢 都是笼罩那些 那些火山的那些 那些陈埃呢 那可能不见天日 成几个月的 那可能生妹会死的 那当然啦 遇到这个情况之下呢 那这个就没日就没日了 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所得到的 但如果另外一种的情况呢 就是呢 因为有些小的灾难出现了 令到我们的机会呢 是有一个所谓 趁这个机会 一种意识上的改变 那这个我希望可以见得到的 所以有时候呢 有些人看到我 经常说 说世界末日了 但我说的时候呢 很开心去说的 我不是一种悲观的看法 我觉得呢 人类是一定要改的 如果我们继续下去呢 就是迟早就是末日了 是人为的末日来的 那如果我们趁这个机会呢 是醒觉起来 将我们过去有用的工具呢 是真真正正是造福人类呢 那这个地球呢 就是有一线的新的希望 我觉得 现在的人呢 大部分人呢 都是猛成城的 都完全都是 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这一天的劳疫啊 为生活啊 然后患病啊 衰老啊 死亡的 这个这个这个 就一般人的一生就是这样过的 那其实是不需要的 因为因为受苦的人 是多个享受的人的 那我们是可以 可以将这个地球 可以重新可以改造过来的 其实如果现在的人 是这么依赖药物啊 那真的有大疫症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自己的身体 真的可不可以选择呢 就是一来 我马上死去 就可能已经 其实呢 所有的病呢 会应该真真正正能够医呢 其实是靠我们自己身体的 比如好像那个抗生素那样 那其实他们发现呢 我们在试管上呢 可以看到 譬如西林啊 那些猫啊 可以将那些 那个 试管里面 或者 配置碟里面 那些细菌呢 可以可以消灭它 但是有时候呢 你想想想 将这些这样的 所谓抗生素呢 吃了下去 经过身体的 胃的处理 能够再被血液吸收 去到你这个感染的地方 其实有没有 有没有机会 它会还有足够的成分呢 可以去到那里呢 去杀菌呢 其实根本完全都不是 这个机制的 我们被发现呢 根本呢 抗生素之所以 能够消灭那些细菌呢 其实抗生素呢 在我们身体里面呢 带动我们的白血球的细胞呢 是产生一些双氧水的 这个是双氧水呢 是直接在细胞 和细胞之间来接触呢 是将这个细菌是消灭的 不是呢 就我们以为呢 好像好像 使管里面做出来的现象 是抗生素直接下去的 那所以 其实呢 真真正正的 我们的治病的能力呢 全部是我们自己身体的 我们身体的治病的能力 是非常非常之强的 我们在我们的同类疗法里面呢 我有一时处理一些 所谓叫做蒙古症的那样 那时候想着 这些症不可能用其他方法医得到 因为没得医的嘛 人们都想着 是一种所遗传的病啊 外脂病啊之类之类呢 其实呢 基本上有很多很多好的方法的 那你刚才说呢 人类是对那个药物是 自己很依赖呢 是很肯定的 你看回数据来说呢 今次今天呢 很少人呢 就是所谓燃机大小小的啦 我当他四十岁 二十岁开始呢 很少人不是在吃药物的 是不是吃一种药物 是好几种药物的 大部分人都是的 那还有呢 吃药物的人呢 是越来越轻轻化的 那这些不是我们自己作的 在外国呢 很多这方面的数据呢 是已经显示呢 那些人呢 现在的人呢 是对药物呢 是越来越依赖到的 那其实 是绝对是不需要的 因为始终呢 你依赖这个药物呢 你之所以依赖呢 就是因为这种药物呢 是从来呢 对你本身的病呢 是没有根治性的疗效 它只不过呢 将你的表面的症状呢 是控制了 或者抑压了的 那当然了 那所有药物呢 这些外来的物质 从来未在自然界出现 只不过我们的药床 在实验室里面呢 是硬制造出来的化学物质呢 压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 我们身体一定对它有抗拒的 一定会出现副作用的 那你可以看到 由一种病 用一种药用一两种药医 越来越医 医了其他的病 越来越多 那结果那些人呢 就是可以这么说 正如你所说 是全部都是依赖的药物 那主要的问题就是呢 我们根本对我们自己的身体 那个致病能力呢 就是完全是没有这种的形式 包括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呢 都不了解呢 如果我们真是 我们爱人的 神是一个有智慧的 全智慧 全爱的神呢 其实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呢 在大自然里面 已经给我们了 我们的了 我们有几多个宗教团体呢 推药自然医疗呢 是非常非常之 非常非常之少见的 他通常呢 做来做去呢 会自己扮一些医院 佛教医院也好 基督教天主教也好 全部都是西医的医院 从来没有用的 神给我们的工具 的自然医疗的医疗方法 完全都没有的 所以你也看到呢 现在人类那种迷茫的程度 是很深化的 是非常非常之严重的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均3w.h-e-a-l-t-h-s-h-o-p.com.h-k 其实现在人类在医学方面进步了 好像很多病都医到 其实是真的进步了 一定是我们有误解到的 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一种很多人分不出的 我们经常说我们医学是很科学的 就是常常说这种说法 我们很多人要证实 科学证实 其实我们的医学其实是很科技化 技术化 就是科技的进步 有很多新的仪器 新的工具 新的药 其实不是代表我们的医学 在科学上进步了 就是证实了它真正有效 没有副作用 其实完全都不是的 所以我们的医学进步是一个 医学是越来越科技化 就是科技的进步 但是是不是因为科技的进步 而导致我们的人 那个主理的病的能力加强了 那些人是少病了 那些人健康了 其实不是的 所以我们有说 现在的人还未长寿了 好像香港那样 香港很 proud 曾经最近 香港的男士 是全世界最长寿的 但是性能力差了 性能力差了 那性能力差 这个是全世界普遍的现象 我最近的研究 有发现 香港人的性生活那方面 其实我也有时候 听到病人他们提及 有时候你会吓死你的 有些人是可以这样说 是几年都完全没有性行为 完全都没有 或者有也好是少到会吓死人的 我相信传媒方面 都好像做过这方面的调查 但是香港人在性能力方面很弱 在数据上可以看到 现在的大学生的精虫的数量 是好像比30年前的大学生 50年前的大学生 减了一成半 有几种说法 有些说法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 已经有些背后的势力的人 企图将人类的生殖能力 尽量去削减它 有些说在我们食水里面 加了一些化学物质 那些化学物质 会导致我们的性能力减弱 或者我们的精子 那个生殖能力减弱 也有些人说 在我们的打针方面 在vaccination 是故意加一些东西 在这方面 削减我们的生殖能力 那实际上是这样 你真是看图 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殖能力 越来越差 在文明生活的人里面 三个夫妇里面 就是couple 有一个是上生是生不到的 就是生不到的 就是他试过很多年 才成功的 那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那不要说我曾经所说 就是现在的人越来越多病 那越来越束手无策 那越来越导致医疗的费用 你会不断地增加 那就是很明然 为什么会不断地增加呢 就有病你医不好 是不是 你经常钓着那个名 那才会令到医疗费用增加 如果你的病是根治得到的时候 那应该医疗费用一直减的嘛 那好了 由医疗费用的增加这个现象 我们可以知道到 其实我们今时今日的医学 其实是越来越 就是处理疾病的能力 其实一点都没有改善过 基本上是越差的 但当然 现在的主流的医疗解释 就是不是 因为我现在人口老化了 是不是 所以现在人长寿的人多了 所以他患病的时间会长了 那你要看看 你看回全世界有 所谓有很多长寿村的地方 起码有十个八个 这类的长寿村的地方 你看到那边的人 长寿得来是没有什么病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医生的 没有什么医疗服务的 那所以医疗服务 和人的长寿的关系 其实是不关他们的事的 相反地 我们看到 在美国 在LA 在加拿大 在Saskatchewan 在南美洲的布格塔 和以色列 曾经发过 出现了四次医生的大罢工 在罢工期间 当地的死亡率是即次减低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的医疗的 所谓的医疗服务 医疗是否进步也好 其实对我们的人的健康 和长寿 其实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那我们的人之所的长寿 在香港很明显 我们的小战争 不是很多年轻人打仗 原来早死 那我们在公共卫生设施 食物的充足很多 我们的生活环境改善 我们最主要是对医疗人类 最大的健康贡献 就是我们的秋水马桶 这个应该是拿罗贝尔奖 不是现在所谓的 研究小小的药物方法 所以真真正正 导致人健康长寿 不是因为医疗服务关系 是我们整个的生活环境 衛生设施 这方面是真真正正的 我们也都用很多资源 用在那个遗传病那方面的研究 其实呢 真真正的遗传病 影响的人的数目是很少很少的 跟我们那个 那些人患心脏病 癌症 糖尿病 简直是小毛见大毛 简直是没得比的 那有些人说 我们要在遗传方面 尽量去研究 有天呢 我们会将这些疾病 癌症 心脏病可以处理得到 其实我们发现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 因为呢 我们发现 控制我们的心脏病的基因 是成高百的 根本我们都不知道 谁打谁 怎样去做 基本是一个 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那所以其实我们是 就是把我们的资源 与一个错的方向 其实我们要 让我们身体健康 成长 无责而中 我们根本是完全有足够的能力 去做得到的 但是肯定就不是用 现在的医疗方法 要改变很简单 医生 现在很多人用人工 受人 又发明了 复制羊 复制狗 是 我相信有福祭人 其实 是可以的 是 即是做到的 技术做到 是 其实是否有为了医学的本质 亦都用你自己个人的角度去看 这些事情是道不道德呢 其实你觉得 其实不要说道不道德 只是说在将来 它能够制造出来的社会问题 和法律上的问题 其实是很容易见到的 对不对 那么你将一个人 我相信一定会用这个原因去做 就是我们很多的器官会退化 那么我们呢 起码我们做器官移植 栽培这些胚胎做出来的器官 我们起码不会有所谓排斥 这种问题 那么一定是用这些原因 是继续做这些方面的研究的 那么最近好像在 在报章上好像提及了 好像英国好像已经制造了一些 很K型的人和动物的 的胚胎走出来 那么就是背后那个问题 是肯定是 我们是很难处理得到的 但是我就想说 其实我们需不需要用这些方法呢 是不是 我们要得到健康的人生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不是用科技这方面去研究这一类的东西 因为我知道 看起来看得多 那个科学怪人 就是这样 是我们人类的科 就是用我们的科技 做出一个科学怪人出现 那么人类是否会做到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们绝对有这样的能力去做的 但是这个方向 是不会为人类带来任何的福祉的 因为有其他的方法 更加天然的方法 尤其在能量医疗方面 其实我们很多很多的身体的毛病 在最高的层面 其实都是一种顺色的医疗 一种能量的医疗 中医所谓的气 用的一种气 那么同样疗法的药 是不折不扣的 是这个层面的医疗的方法来的 因为同样疗法的药 是基于很多次的稀释 稀释到 把本身的物质 基本上稀释到 已经是没有了的 那么既然如果稀释到没有了 为什么对这些流感 这些传染病 都一样医疗那么好呢 它没有可能这些稀释的药 可以将这些病毒 是可以杀了它 可以消灭了它 那么其实呢 我们的身体呢 真真正健康呢 是一个频率的层面 我们是不需要用科技 去到这个方向去走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向频率的方向去进行 这些科研呢 其实我们的效果会更加好的 人工受人 医生人的看法 有没有违背了 我假设真的 是上帝做人出来的 是 又假设真的 男女应该是要 性交后 生小孩 是很正常的东西 但是人工受人 你又选择了所有东西 又 把小孩选择到最好的 时辰出世 所有东西都是最好 最好最好 那么这件事 你又觉得 有没有违反了这个事业 你先看看事实 在NewSuite 很多年前 有一个封面 封面都看到的 他说 他说 在那么多年 用科技的方法 受人 人工受人 其实呢 他的成功率 是很低的 差不多 四对夫妇 有三对 是失望的 是没有成绩的 那么他也都指证出来 如果硬用人工受人 生出来的 制造出来的小朋友 其实他的健康 是比较差一点的 那就是你今时今日 已经可以说 这个 就是 玩吃那么艰难 因为身份子 仅于身体很差的时候 简直可以说 制造他出来 生他出来 要他一生来受苦 那么 还有呢 这篇文章说 其实基本上 大部分的男女 他们 其实他不需要 他给点时间就可以 你给点时间 他迟早很多 都是自己会 会怀孕的 那我记得 我有个同学 在中国有个同学 他也是成为一个 苦散科医生的 那么他结果 都是 就是 结婚了一段长的时间 都没有十分仔 他就好笑 他什么都会使用的 去买四面罚 都可以买 那么 其实是不用的 只要大家 把身体调理得好些 就可以了 那给点时间 那大部分人 都可以 成功受孕的 在我的 在诊所里面 我都被 就是慢慢的 很意外 我发现到 原来洗肠 对那些不孕的问题 是非常之好的 那其实 解释很简单 毒素内聚 原来是导致很多病的根源 那很多时候 你知道 你的大肠是毒素多 而你的大肠是围住你的子宫的 那如果你的子宫 整个子宫 在滲溶这些毒素的环境之下 你自自然的 身体挂给你听 不要在这些 这么恶毒的环境 来养肽胃 那我发现 如果能够将它 将它 将身体的排毒做得好 用洗肠方法 其实 不孕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 都可以处理得到 我访问了几位原学家 和其他文学家 大家都会觉得 一二年是有变化的 是 是 那 有好又有不好的变化 医生 你看医疗上 你觉得变化是怎样的 我始终 任何危机都是一种机会 是不是 我觉得人类自己醒觉的能力 暂时我不觉得 我觉得自己会做到的事 是比较难些的 整个大趋势都是 我们的医疗 越来越受外来的 就是我们 也有一个叫做 世界的 New World Order 世界的新秩序 其实在很多程度上 你已经看到了 是真的有这种 这样的力量 是出现的 那 要我们人类 可以制衡到这个力量 其实是很难的 比如给一个具体的例子 其实在 现时 在联合世卫里面 有些组织 有个叫做 Codex Elementarius 或者食物药物的 中文翻译它 其实它在企图 是全世界 控制我们的治疗工具 Codex Elementarius 原意 是对食物的 做一个标准 原来的意思是这样的 但你看到 它开始对我们 很多时候用的 营养素 维他命 都作出一种监管 那么其实呢 今时今日的 我们那个政府 其实呢 不是我们选出来 要他做的 他是他受制于 所有这些世界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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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是什么人控制呢 是大弱总控制的 那么我相信呢 香港的 是没有能力 抵抗得到他的 抵御得到的 香港政府也没有 香港卫生组织 也没有 他都是一个 一个贵类 是上面 是被这些 这样的世界组织 是控制的 那世界组织 是什么人控制 上面有另外一种力量 控制的 那么你看到我们 《圆网台》呢 我们过去恩怨里面 在这方面的资料 很多很多的 那没所谓的 你知道在这里的 你就自己去探讨一下 你会看到这个问题 是几确实的 好了 那你说是否一种转类呢 有些人说 其实将来是一个转类 是一个好的转类 那我们就静心来到等待 我的看法呢 我也是很乐观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不改 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黑暗 越来越灰暗的 那我们真的要改 那怎么改呢 我觉得人类自居 醒觉的能力去改 我觉得我暂时 不觉得会发生 就是我们真的没有 这样的能力 我们是需要 有些灾难性的 出现了之后 那我们是有机会 将一些所谓 我曾经所说的 免费能源的科技 以及有些很好的医疗的工具 比如过去 过去有很多的医癌症工具 是很容易医到的工具 一向都出现过 都全部被打压下来的 好了 那到我们有一个疫症出现的时候 的人死得是大批地死了 那这些科技 他根本没办法再去监管你的 是不是 他已经是已经崩溃了 整个医疗系统崩溃了 那有其他科技出现的时候 如果大家的人到时都是迫于无奈 你是死要是去用 那有机会将这些 就是过去一直有 就是出现过的有效工具 是重新被发掘出来 从而是帮助人 就是及早醒觉 是将我们整个医疗制度 整个我们的金融制度 整个的 就是很多方面的 教育方面 都重新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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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 那我们就有有新的希望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呢 如果不变是是 是迟早是末日的了 就是慢慢每天都好 或者突然之间 那如果有一个灾难出现 有增加人反省的机会 所以我对2012 我是抱着一个好的 就是一种乐观的态度 以你做了那么多年 医神 你估计下一次疫症 是什么类型 我说一次 就是你估计下一次疫症有事 第一次是黑死米老鼠 接着又流行性感冒 接着又来一个不知道什么的沙士 接着如果再下一次很厉害的一个疫症 你觉得 你估计是哪种类型的病毒会出现 我现在暂时来说 你们都看到了 我们最难处理 都是一种病毒性的感染 就是一种 半生物半死物的微粒之间 也有黑死米老鼠 这类生物的武器 会出现 其实这些都可以的 都可能会出现 但是我只不过想强调一个事实 过去所有这些疫症 都是自动消失的 就是人的大自然的环境 或者在太阳 比如太阳的紫外线 我们整个大自然的环境 其实我们很快可以适应到 所以我绝对不会担心 除非我们有些所谓人为的 比如Ebola 这些病毒 是不是真的会不断的蔓延 会死很多人 而可能不受控制 在过去历史看到 其实不是的 所以这些疫症 其实都有好的方法 可以处理得到的 而不过在主流医疗 就是不想你知道 不让你用的 在当我们整个医疗崩溃之下 今时今日的 现在我们的煤界 那个渗透力这么快 那么强 我相信那个现象会很不同 就是当这些危机出现的时候 我觉得机会就真正会出现 如果我看医疗网或医疗书里面说 如果有疫症 应该是归于传染病科 如果我要看医生的话 是 我看到香港传染病科的医生 只有两个私家医生 是 如果真的有 那我怎么办呢 将来有一个趋势呢 将来很多医疗的资讯 医疗的方法 会在网上流行起来的 其实他都知道的了 主流的医疗他都知道了 他企图立法是管制的 就是不让你在一个电子网络里面 是教人怎样医的 其实我已经在做这件事的了 在我原网台 我已经不断 将同类疗法的医疗工具 是教授 可以介绍一下 跟多些人分享 等大家了解到 其实你们不用怕的 譬如同类疗法里面 是我认识 那么多种医疗 就是我自己有 四科医疗的专业背景 很多方法 我都去研究过 最终我结论 都觉得同类疗法 是最合乎经济效益 是最安全 是最有机会 解决我们的人类的健康问题 这个资讯 我会不断在网上教你们 譬如如果将来 有些疫症出现的时候 如果大家手上 已经有 避免这些同类疗法 其实你是很容易 可以处理到自己 健康的问题 我看周卓翔 有另外一个 在你的网站 都是教你的 贴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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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说的 是萧巴南一直都这样强调的 我们认为 将来我们的地球改变 是靠我们自己每个人的醒觉 自己做少少事 就不是靠某个 选择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 或者一个能幹的特首 是可以帮他们做得到的 这个在历史上 其实从来未成功过的 所以真真正正的新的做法 就要大家了解到 要公平处理的问题 我们其实不应该是要依赖某个能人 帮我们手 其实每个人是自己都应该做到的 其实真真正正的力量是我们自己手上的 我只不过只要是我们每个人的意识方面提升到 其实很多的资料 资讯在我们互联网的环境之下 其实已经全部打开了 所以我觉得 当然互联网下一步 会被人管制的 有了不同的借口去管制它 但当然我们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做很多事情 其实你平面的广告已经控制了 在医疗上 电视里又不觉得 如果互联网去管制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事 我们真的完全不懂 除非我真的认识医生 朋友介绍 认识医生 朋友介绍 即是 我上网不看 看不到 袁医生 我真的不认识医生 我真的不认识医生 是有了答案 是有了足够的答案 只要我们继续去发掘 只要我们继续去发掘 都可以 袁医生 有没有打算 将自己的 多年的研究 乘书 给大家 欣赏一下 自然疗法 我自己的背景 我在美国读大学 我其中两间大学 属于开放式的 实现式的大学 其实是一个很自由的环境里面 我自己选择自己所读的东西 自己制计自己的课程 我幸好 我是有这方面的 享受到这方面的教育 绿色的生活的方法 其实都是我早年在七年年代 在美国其中一大学里面 体现得到出来的 我回来香港 在IBM做过几年 之后 我移民到加拿大 当时我知道自己 我是不可以跟人打工的人 我自己继续读书 我先在加拿大一间 脊骨神经医学院 我读了四年 不如之后 我再去读另外一间 自然疗法医学院 也是一个四年的课程 但我期间 我自己专业是同类疗法 我回到香港 我中医 其实我再重新 就是再进修一些 在我自然疗法里面 就算在加拿大也好 我都读了中医 针教学院 都要读的 可以这么说 我自己的医疗背景 是很广泛的 但我最终最终的目的 我觉得 医疗的问题 不可以借助医生 医疗团体 医疗的问题 是一定要改革现时的制度 因为工具很多 不是一定医生给得到你的 其实坊间有很多 好的医疗技术 因为现在这个制度之下 是没有办法施展出来的 所以我最终最终希望 是要改革医疗的制度 其实改革医疗制度 其实也不难的 其实有三个法例 我们改了之后 另外一个就是医疗选择权 是一个最高的 就是基本法里面 加上去 就是我们每个人 有自己 医治自己的权利 如果加上去 将香港三个恶法 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药物管制的条例 将来它企图成立的 就是医疗仪器的註冊的条例 如果我们这三个条例 改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医疗的警方 开放出来 有效的工具 是很容易被人接触到的 好 今天的访问到这里为止 多谢医生接受我的访问 多谢你Anthony 那好吧 访问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各位听众 有什么意见要提出的话 欢迎随时来到我们 圆网台的讨论区里面留言 那好吧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 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